竹筒饭开债节来零钱 爸爸在我们回乡 途中我们不时看见路旁经验阵阵 原来是小贩燃烧柴火 制作竹筒饭 纸板上用马来文写着竹筒饭和干咖喱机一般上 制作竹筒饭不宜用煤气 而是以柴火烧烤 制作竹筒饭并不简单 小贩得先砍下竹子 然后在竹筒内围一圈香蕉叶 以防糯米饭粘在竹筒壁上 接着倒入糯米、椰奶和盐 最后采用柴火烧烤 烤熟后的米饭浓香不比 不必搭配任何酱料 吃起来也让人唇齿留香 有些人则喜欢用辛辣的咖喱搭配竹筒饭 竹筒饭甚受各族人民喜爱 而且价钱合理 一般民众都负担得起 除了马来人外 我国的一般族 卡达山族等也会制作竹筒饭 他们在庆祝丰收节和举办婚宴时 会以竹筒饭招待宾客 这道著名的美食平时难见 大多在节日到来时才大量制作 节日期间 随处可见各族人民排队买竹筒饭 竹筒饭可说是广受欢迎的美食啊 文章中心思想 竹筒饭是一种传统的马来西亚美食 制作过程不简单 但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 它不仅价格实惠 而且口感浓香 常常在节日期间供应 竹筒饭一般不用什么烤制方法 答 竹筒饭不宜用煤气 而是以柴火烧烤 小贩在制作竹筒饭时 为什么要在竹筒内 围一圈香蕉叶 答 在竹筒内围一圈香蕉叶 是为了防止糯米饭 粘在竹筒壁上 竹筒饭吃起来 需要搭配什么酱料吗 答 烤熟后的米饭浓香扑鼻 不必搭配任何酱料 吃起来也让人唇齿流香 竹筒饭是哪些族群都喜欢的美食 答 竹筒饭甚受各族人民喜爱 除了马来人外 我国的一般族 卡达山族等也会制作竹筒饭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大量制作的竹筒饭 为什么 答 这道著名的美食平时难见 大多在节日到来时才大量制作 节日期间 随处可见各族人民排队买竹筒饭 因为在庆祝丰收节和举办婚宴时 会以竹筒饭招待宾客 制作 只按照一定的工艺和方法加工制造物品 竹筒 用竹子制成的空心筒装物 糯米 粘性较强的一种米 适合制作糯米饭 年糕等食品 椰奶 从椰子肉中榨取的乳白色液体 常用于烹饪和制作甜点 盐 一种晶体化合物 常用于调味和防腐 柴货 用柴母点燃的火焰 咖喱 一种香料混合物 常用于烹制咖喱菜肴 族 持有相同文化 语言 宗教等方面的特征 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形成的群体 丰收节 庆祝农作物丰收的节日 应客 客人 只拜访或受邀参加宴会等活动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